大概介绍了单双植业种子的形态 我们接下来讲细节 也可以给大家看看照片 如果今天是个双植业植物 这边画就比较干净了 这是胖 它是RN的 然后这边是胖皮 也是RN来自于巴拉的竹本 你会发现这个胖子没有胖乳 因为胖乳是它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右边这个图 因为我只看这个单双植物种子的外形 没看到这边一个比较大大的黑黑的过照 叫做总鳍 鳍蛋的鳍 这边有突出来的过照 好像脊植物外突 这叫总脊 脊植骨的脊 这边的小角 导致脊植物的脊 它是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看图来说故事 这以花豆为例 你看这边是脊植物的过照 叫做总脊 脊植骨的脊 这个地方叫做总脊 脊植是脊植 这边是脊植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脊植 我画一个简单的图给大家 这是妈妈的 妈妈的胚株当中 这个胚株呢 它一开始在发育的过程当中 黏在妈妈的身体 也就是脂肪内 它是胚株 它一定会有什么微管束进来 脊植物 它养分送进来 然后养分送进来之后呢 这个区域 如果以后断了 不就是这个构造吗 这个构造就是 其他的起 就是我瞎话 这个构造 它是让养分送针钻进来的 那我们之前也说 这个种植包育之前 必须要有花粉管 让花粉管钻进来 第一个精子跟受精卵结合 第二个精子跟受精卵结合 花粉管是要钻进来 钻进来形成的这个洞 就是这边讲的 竹孔 竹孔就是当时花粉管钻进来 所以当你在看豆子的时候 它有一个总期 期待的期 就是当时妈妈提供养分的位置 那所谓的种的猪口 就是当时花粉管钻进来的位置 它上面是只是土甲的构 像脊椎骨出出来 就叫种极 那剥开了之后 看内部结构 这大大的全是纸叶 纸叶很大 纸叶好大 纸叶肥大 这个像又小的叶子 就是胚芽 这一根以后长成金的 就是胚肘 下面要长成根的 就是胚根 那旁边是纸叶 双纸叶植物 没有胚乳 或是胚乳退化 然后外面就包着种皮 种皮是来自于妈妈的猪背 这是双子叶植物 好 那我们要看单子叶植物 单子叶植物呢 以肥皂为例 所以它它的贴有贴有贴的贴 接下来就这样的贴 贴到贴的贴 另外肥皂的贴 另外肥皂的贴 贴有贴的贴 贴的贴贴 所以如果你看玉米的话 会多的果皮 还多的胚乳 胚乳是什么 好吧 以上是玉米的结构 那下面说 玉米是果实吗 是的 一颗玉米就是一颗果实 因为它含有果皮 它是果皮包着种子 所以是一个果实 以上这就是玉米的样子 是植物盘 胚呀 胚肘 胚根 这边就是胚乳了 以上是单双职业种子的结构